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川普跟拜登两人今天的攻防 好 我觉得这场辩论 如果是从辩论的技巧跟策略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双方评分秋色 因为拜登团队显然有知道说川普是要攻击什么 也有做好的反应 所以你回头来看这个拜登 他的反应是很快的 他并没有愣住或什么的 而且你咬我收钱我也咬你收钱 所以从策略从技巧来说是评分秋色 不过从辩论的内容来说 我觉得这是说拜登防线 如果他有防线的话溃败的开始 就会是从这场辩论开始 因为那个道理很简单 你咬我收钱我也咬你收钱 但是呢这个拜登咬川普的 是第一个是那个税金 那个税金少得可怜 那个钱的数目很少 第二个对不起交税是合法的 可是你拜登你拿的钱 你这个家族拿的钱 你那个就是诡辩 我没有从任何外国拿一毛钱 这就是诡辩 然后更重要的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最后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拜登的儿子 亨特他怎么会这么天真单纯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些人都是权贵 他去中国的时候 你看他去各国都一样 去哈萨克也是一样 去俄罗斯一样 乌克兰都一样 都是当地最高级的权贵在请你的 你去北京的话 我都能够想象的出来 他甚至他都可能在那个 在那个圆明园里面开个宫殿 来招待你 然后大家一起胡作非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把你当兄弟 我们是兄弟 我们一伙人做这些坏事 那大家出 你出卖我的话 我就出卖你 所以我猜是可能是有这种心态 那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 现在问题变得非常的糟糕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腐败者联盟 第一个是拜登的家族 一个一个被牵出来了 一开始是儿子 再过来是女婿 昨天的叔叔也有 就是他的弟弟 拜登的弟弟也有 这是家族的问题 他的副总统呢 这个拜登的副总统贺锦丽 他的这个老公 也是也是家族的问题 他开个律师事务所 开了三四十年 原来专门做中共的 这个国企的官方的这个工作 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贪腐者联盟 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呢 川普呢有压了一句话 我是一个爱国者 然后呢刚才那个作证的 这个布林斯基 作证的时候 他也讲了一句话 我是一个爱国者 你现在就说 你前面看到的是钱贪腐的问题 你后面呢 还有个叛国国家安全的问题 都已经 我觉得那个线索 都已经埋在里面了 这什么意思呢 他既是一个腐败者联盟 他又是一个叛国者游戏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后 所以就算11天之后 拜登选票上 这个赢得第一阶段的胜利 这一场攻防可能 不会结束的 最后贺锦丽获成最大赢家 我觉得后果很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在美国过去的历史上 是有这个案例 这个就是尼克森嘛 他的这个水门案选前就爆发出来 可是尼克森一样选上 可是他后面案子一样在嘛 尼克森还是要下台 现在看起来 因为拜登的问题 光从现在公布出来的 我不知道到了明天 人家已经公开了 明天要公布不雅照了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所看到的证据 就已经够吓人了 我刚才说了 他不只是一个贪腐的问题 他还有一个美国叛国的问题 美国选举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恐怕世界各国的 无论是你是幕僚啦 或是已经没办法去评估去判断 因为这一场美国选举 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确定因素 是过去历届美国选举之中 最多的也是最不确定的 已经到了无法评估的阶段 而且他通信投票又创了历史新高 然后有一些绝大多数的观察 主要的通信投票者 来自民主党的支持者 所以民主党的铁票 事实上也是请朝而出的 三千万 一块三千万了 这种通信投票 上一届才160万 这三千万要怎么处理 所以说这是一个 最高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最高的不确定性 就是你不知道未来的十天 一天一天的 还有什么东西爆出来 旌旗的十月 从十月一号开始 全世界没有人想到 川普会染疫 全世界没有人评估得到 三天后 川普就给你出院 然后一路竞选到现在 所以我也是 全世界秉析引带 看看未来十天 还会再发生什么事情吧 好莱坞都派不出这种戏 我们三号回来